这是一条飞速行驶的快艇 利用沉船的斜坡冲上高空 扣动按钮 发射鱼雷 直接把天上的直升机打下来了 这是一部把暴力美学诠释的淋漓尽致的动漫 其程度堪比 《地狱之歌》是无数人心中的暴力神案 我们的男主本是一个普通的社主 人生的意义就是在于搬砖和挨骂 可有一天却发生了改变 他乘坐公司的货轮出海时遭到海盗劫持 海盗受人之托要抢走船上的机密文件 当他们得手之后 并没有滥杀无辜 而是把男主这个倒霉蛋抓去当人质 随后乘浪离去 带男主离开原来的国家 行驶了一天之后 把男主带到一个陌生的陆地上 这里充斥着黄补 是犯罪者的天堂 他们带男主来这喝酒消遣 却接到了一通电话 被抢的公司已经找了雇佣斌过来袭击他们 大家喝得正嗨时 几颗手榴弹突然飞进来 雇佣斌对着里面疯狂嗓射 反正在这里没有证捉 死在这的人只能自认倒霉 男主狼狈地爬到把台后 发现几个海盗都还好好的 对着内部射了上万发子弹后 雇佣斌开始入内寻找机密文件 可他们没想到的是 最难缠的敌人还活得好好的 女海盗冲出吧台 瞬间干掉了几人 双持手枪火力猛的没边 堪比女版燕双英 在和队友的配合下 雇佣斌团很快就被干掉大半 趁着敌人火力缩减 便从后门离开 登上汽车迅速逃离现场 他们连夜登上快艇离开的小宝 准备把机密文件给交差了 在路上 他们联系到了男主的上司 本以为能拿到赎金绑下一条小命 可上司根本不在乎他的命 并不是舍不得那一点点赎金 而是他们已经派了武装直升机 打算连同男主都一起炸掉 直升机很快就赶到 女海盗要求男主一起打下飞机 可他哪见过这场面 连忙穿上救生衣就想跳海 可没来得及跳海 直升机就一梭子射过来 不久后直升机停止了扫射 只是在较远的地方一直跟着他们 看了地图才知道 前方竟然有大片的礁石 开过去肯定会被困住 于是他们立即改变方向 向着安全的地方前进 因为这一举动 直升机再次开始了扫射 可接下来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 因为他们开到了一个死胡同里 直升机并没有追过去 而是在入口处等着他们掉头回来 到时候只需两发炮弹就可以搞定 不久后他们就开到了尽头 只能无奈地掉头往回走 现在看来今天是必须要交代在这儿 就在众人不知所措时 男主想到了一个办法 那就是和飞机来一个正面对决 他们采取了这个建议 迅速地向直升机靠近 女海盗对着飞机射了几枪 开飞机的兴奋起来 直接两发制导火箭弹过去 男主舰撞迅速发射信号枪 信号弹产生大量的热量 导弹被信号枪误导 立马掉头射向信号弹 成功搞定了这两发导弹 接下来就开始反击了 他们全速前进 利用废弃轮船的斜坡冲上高空 随后拉动拉端 发射两颗鱼雷 就这样他们逃离了直升机的追杀 成功把金利文件交差了 虽然金利文件最后还是归还给公司 但却让他们赚了一大笔 上司让男主上车回去 可男主却没打算这么干 要炸死自己的上司司也不回去 他现在打算转行当一个海盗 成了励志要当海贼王的男人 一会儿 出现的